大家好啊 这个数二比较多啊 现在是22点22分 西班牙时间晚上啊 四个二 然后又是12月30号五个二 然后2021年啊 七个二啊 202112302222啊 给大家说一段韩寒说过的话啊 哎韩寒这小伙子好长时间没出来了哈 现在也不能说他是小伙子了 中年人哈 肯定比我年轻点也40多了吧 这韩寒哪去了 后来他就不怎么写文字了 给我的感觉 后来就当了一个赛车手 喜欢玩赛车 这几年好像沉寂了 不知道人是在中国大陆墙内 还是到海外了 就不知道了 这有一段韩寒说过的话啊 韩寒是这么说的 以前呀 一直期盼和美国打仗啊 认为只要解放军使用藏在山里的秘密武器 美帝必然溃败 直到成为车手 就是赛车手啊 这个知道我国甚至造不出一个耐用轴承和 液压箭矢 就反正这赛车中国可能造不出来 都是 我不太懂品牌啊 什么什么法拉利 什么兰波基尼 是不是这些啊 我不太懂啊 才知道秘密武器 这个真没有啊 所以一度焦虑 要真打起来怎么办呢 是吧 后来彻底明白了 我国的国防标准 不是以防外国军队而配置的 不是以防外国军队而配置的 而是以防本国老百姓来装备的 中国市我看前一段有的人坐机床的啊 然后那个就中国的自己的那个商人啊 老板 他就指着他那机床说就是外边那壳是中国的 里边的关键的那些零部件都是进口的 是吧 还有中国的军事力量航母现在有俩了吧 听说第三个第四个也快下水了 但是这航母是吧 第一个航母就买的人家一个船壳 乌克兰的那会儿苏联解体了 对吧 把武器都不给你都卸走了 而且路上土耳其还为难你 不让你从黑海海峡过 最后中国答应给人家送游客 这人家才让你过 是吧 如果中国技术很先进 还用买这个这个 实际上是前苏联的吧 是苏联的啊 从乌克兰手里边买的 当时解体了吗 对吧 这种是这种飞机的这种起飞叫华越是吧 我倒不是太懂军事是吧 华越是就跟那个出流起来 利用那个 那个那个跑道的长度 出流起来 这个要比那个 比人家那种这个蒸汽弹射是吧 比那个美军那个核动力航母 蒸汽弹射啪 就跟一颗子弹似的 或者一个弹弓子啪 是吧 那个力量 这完全不一样 你这个相当于一个窜天猴 人家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是吧 中国说有什么四大发明 啊 说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 那你也没发明出大炮啊 导弹呀 火箭呀 你都没弄出来呀 对吧